近日,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访了河海大学蓝苍江湄公河学院 记录外籍留学生的日常故事 课堂上正在分享观点的姑娘名叫郑小乔,来自老挝 2022年,郑小乔来到河海大学蓝苍江湄公河学院 从那一刻开始,她便努力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大家好,我是郑小乔 今年在河海大学读本科 读的是社会学专业 我是2022年来中国的 因为我在老挝的时候,在高中二年级 我有机会学到中文 然后我就觉得中文很有情绪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梦想 是想来中国留学 我的想法在来中国前和来中国话是没有变化的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也是一个很好的国家 帅哥美女也多,也有很多美食 闲暇之余,郑小乔也会坐上高铁去旅行 分享生活心得 郑小乔告诉记者 在学校里,她有限成为一名校园主持人 对她来说,每一次的舞台经历既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次学习 当校园的主持人,不管当了几次 每次上台都会很紧张 但是我感觉当主持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我能见到很多人才来参观这些比赛 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可以提高自己的中文 而且在参加一些比赛或者参加一些活动 也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 能跟他们交流,能跟他们沟通这些事情 我感觉很有意思 郑小乔说,中华文明渊远流长 底蕴深厚,独具魅力 中国文字博大今生 一笔一画皆故事 一瞥一纳是人生 净显东方神韵 在中文有很多词语 就是它有内涵 比如说这个词是不仅是这个意思 还有另一个意思 这个会让我感觉很多困难 要等他们解释给我听 我才,哦,是这个意思吗 郑小乔说,中国美食品类丰富 流派众多 而他最爱吃的是酸菜鱼 因为有一种家乡的味道 我最喜欢的一种菜是酸菜鱼 我在老家的时候 我小时候跟外婆在一起 然后她是经常做这些酸菜 我也有酸菜的 来了中国以后呢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酸菜鱼 我就感觉,哦,这个 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对,所以就很喜欢它 学习鲸鱼 郑小乔还积极拥抱新媒体 拍摄公益短片 参加公益活动 传递正能量 郑小乔热衷于传统文化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尽心尽力做好守护和传承的工作 谈及未来的打算时 郑小乔如是说 来中国读书 不管是读本科 读研究生 或者莫哲读 博士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有机会受到中国的教育 所以就感觉 以后如果能做到 能对老我和中国有用的事情 或者工作 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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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